哈喽,大家好,我是Alyse 这是我购买第二次的Dosho Cooking Blender 第一次买的时候呢,是帮大嫂买的 看他用的不错,我也买一份 听说这个Dosho搅拌机呢,是可以搅拌豆奶,然后是没有渣的 省了很多时间,我也来试一下 来货的时候蛮大箱的 他外面还有一层箱子的,是超级大箱的 所以是很放心的购买,然后是不会破的 开箱咯 里面有一本说明书 这个Cooking Blender呢,它的Moto Power是800W 然后Electric Heating Power是800W Red Voltage是220至240W Red Frequency是50到60Hz 这张是Warranty必须Scan 还有一个食谱 这食谱呢,有英文版和华语版 可以看看咯 里面有刷子 还不错 这个是Vacuum Jar 还蛮结实的 这个也不清 下面是透明的 这是搅拌的 这个是Glass Jar 也是蛮硬的 下面的底部是Standle Steel 这是Tatamoto 蛮结实的 我们送一下 底部 这个蛮多功能的 你可以看一下 蛮多功能的 也有真空功能 也有打粉状的功能 是看上去是不错的 那小天真 一起做个梦 有一天我們會重逢孤雳 世界這麼大 是遇见你 一起走过许多个四季 天然地北 别忘记 我们之间的亲密 全部都很结实真的 很满意 底部是透明的 放进去的时候呢 是黑色对着白色的箭头 就可以了 不需要转 传统的 以前买的传统的都需要转 这不需要直接放进去 要是你没有盖好什么 盖子还没有盖好 它是不会启动的 还蛮安全的 完全不能动 心机我就会洗一下 然后再放水煮一下 刷菌一下也好 我会选择煮豆奶的功能 然后再按启动 到了100度呢 我就会关掉 再倒掉那些肮脏的水 温度上升很快 很快就到100度了 太重了 很重 继续两只手拿 打开呢 要小心蒸气哦 很烫 因为是100度哦 真的很烫 很烧 要小心哦 我试一下那个Vacuum怎么操作 看一下真的有真空吗 不知道有没有真空 我就试一下 一个是Vacuum Blender 一个是Vacuum 真的有声音 一声个声音 这是奶搅拌果汁的 我全部清洗了一边 这个真的是柜翼出来的 很紧 也不会露出来 防漏 一样的设计 也是很紧的 也是我没什么食材 我就做一下70克的豆 然后黄豆 然后加750ml的水 盖好了 然后启动那个Soya的 Soya Milk的功能 就按启动 然后它的时间是21分钟 从温度高到100度 开始算起吧 然后可以去看戏了 也不用去理它了 它会自动搅拌 黄豆不需要浸泡在水的 那么久的 也不需要浸泡 这个直接放进去 这样那个机器呢 搅拌出来的豆奶 是蛮好喝的 一点也不差 而且还没有渣 也不需要过滤 你觉得声音大声吗 我觉得声音还蛮大声的 还可以接受 不要像电钻就好了 电钻的声音蛮潮的 这个是在煮着 煮着那个黄豆 一边煮一边搅拌 100度了 你可以看到100度了 不然就只多看着你 一整晚的事 一所有感受都为你 爱分成没有经历 反正我顺着任命 你都让你越来越轻 让我踏把手 放下你的忧愁 早就喜欢为你自由的冲动 如果你点头 我就不最后动 唱到黑夜白天 我都可以等候 唱到这个时空 这个星球 终于和你邂逅 搅拌机在煮的时候 千万不要靠近那个搅拌机哦 不要用手去动那个玻璃 是非常的烫的 它正在煮着 我们也不用守着 然后可以去看一下电视啊 看一下手机也没问题 它时间到了 它会自动关闭 一只都乐子不必 把心态好放弃 如果要成能力 全出力 到14分钟的时候呢 它会每一分钟都在搅拌 你会听到一直在搅拌 然后你看一下会不会声音很大声呢 我觉得声音是很大声 可能是新的关系哦 搅拌的时候 那个Moto转转转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味道出来哦 就是新开张的味道 盖子上面呢 是有蒸汽出来的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手标放上去哦 会被烫伤 差不多要好了啦 还剩三分钟多 好 好 要好了 5 4 3 2 1 完成 好了 我是放三包的糖 rock sugar 我按那个juice的bonada 按起灯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开盖的时候要很小心哦 很烫 洗的时候呢 是洗得非常干净的 用水冲就好 我试一下用过滤网 过滤一下 看有没有渣 还真的没什么渣的 打出来的都是粉状的 开始 是整的没渣了 所以也不需要过滤 直接拿来喝就可以了 非常有营养 洗的时候也没看到什么渣 说明书呢 是说用水 然后放水在那个搅拌机 用搅拌机清洗 嗯 不是很理想啊 还是要用手洗 再用刷子洗那个刀 会比较干净 很快就有得喝到 美味的豆浆 谢谢观看 记得按like and subscrib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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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